为了鼓励县民把握今年最后一个月 好好充实自我 台东县文化处图书馆推动阅读活动 只要借12本书 就送台东金币100枚 可以到合作店家兑换想要的商品 希望借此吸引大众借阅书籍 借书之外 然后还可以有好礼可以拿 就提升大家的阅读风气 这活动还蛮不错的 应该要大力推广 可以远离3C产品 然后多阅读 希望大家多到图书馆 转一转 看看书 多借书 其实对我们整个人的文化的熏陶 都很有帮助 另外12月也将迎接 温馨欢乐的圣诞节 图书馆则特别帮读者选出 而这三本不同类别的书籍 包装成精美的满界阅读惊喜包 可以让不知道要如何选择书籍的民众 来挑选 用书籍来抓住睡末时光 整天不同回忆 把书包装成圣诞节的一个礼物 在架上把惊喜包 就是也带回去也可以当作是 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当作跟家庭分享的一个圣诞节的礼物 一起家庭的一个阅读 台湾县文化处图书馆 在12月也新增进350本新书上架 欢迎民众踊跃 借阅书籍 用阅读为今年画下完美句点 也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人喜欢上阅读的好习惯 与世新网务局台东市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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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